嘿,朋友们好呀,我是娜姐 今天是5月5号,是我们2021年房车之旅的第19天 我们现在来到了全球著名的黄石国家公园 近来没多久,我们就看到有很多车子停在路边 原来前面有很多野牛 这美洲野牛啊,是黄石公园的一大景观 哇,刚才正在抱怨那些野牛离得太远,看不清楚 结果现在来了,我们看到前面很多车停下来 结果一看,野牛冲着我们来了 美洲野牛的英文名字叫Bison 这个有一个词叫Bison Jam 就是野牛造成的交通堵塞和瘫痪 现在我们碰到了 现在有几十辆车停在这个路上 有些是停下来看这个Bison的 有些是被Bison挡住,没办法通过的 但这些Bison根本不理会人和车 他们就是大摇大摆在大马路上走 我们现在是去老中泉的方向 路上啊,到处都在冒烟啊 走近看才看到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温泉 热气彤彤的被风吹到你的脸上 这是它水汽散开的时候 抢拍的一张照片 还有这样的温泉像是在煮一锅粥似的 哇,这个泥浆再沸腾了 黄石公园 黄石公园 实际上是在一座火火山上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超级火山的 巨大的陷落火山口 这里的温泉最高温度是93摄氏度 是地下的岩浆把它烧热的 这里还经常发生地震 但是2010年的1月 两天之内专家就在这里探测到了250次地震 当然都是非常轻微的地震 2014年的时候 地热将这个沥青的公路有一段都融化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呀 不用太害怕 因为上一次这座火山喷发是在几十万年前 而这座火山喷发最猛烈的一次 是在210万年前 哇这里真的像仙境一般 如果突然看到七仙女在这洗澡啊 我觉得一点都不会奇怪 这里是黄石公园最最最著名的景点 大临近彩犬 也被叫做大彩虹 太惊艳了 这里的色彩啊绚烂夺目 简直都不像真的 你用什么样的颜料也调不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有一种玻璃感 而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 居然是水中活着的藻类和含有色素的细菌 微生物啊这些东西 嗯 肯定是耐高温的 天哪 这个大临近彩犬 它的温度是在85摄氏度 它的水深有49米 是美国最大的温泉 在全世界排第三位 这么美丽的温泉 你也许会问说 为什么不走近一点去看呢 哇千万不要走近 公园里到处都有指示牌 再三的提醒游客 你只能行走在木栈道上 不能离开半步 不能下去到木栈道以外的任何地方 否则的话 生命有危险 这绝不是在吓唬你 2016年的时候 有一个小年轻就是不相信 这个会造成人的死亡 结果他就走到危险区域 结果掉进这个全眼之后呢 尸骨无存 因为这个水啊 它是这个酸性的 所以这个把这个整个人都腐蚀掉了 连尸体都没有了 但就算你在这个旁边看哈 没有走得很近 你也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大灵镜这个美啊 这种梦幻般的美 蛰伏 震撼 要看大灵镜的全貌呢 是要走步行道 然后到这个大灵镜旁边 那个小山丘上去看 黄石公园有一万多个温泉 占地球的一半 它还有三百多个间歇泉 就是那喷泉 间歇喷泉 是占了地球的三分之二 这里的温泉 绝不只是能喷出热水的泉眼 而是一个个烟雾缭绕绕 云雾缭绕 色彩绚烂的奇幻仙境 能不能喷出热水的泉眼 好大的温泉 我们可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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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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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